另一方面在俄乌战争 进入冬天之后 战况就陷入胶着了 俄军是想要攻陷 乌克兰东部的城市阿夫迪夫卡 不过当地地形其实蛮复杂的 有人工造湖还有建筑堡垒 再加上天气越来越差 下起了狂风暴雪 消耗了俄罗斯军队的体力跟耐心 而其实乌克兰方面也观察到 现在愿意加入俄罗斯军队的人 也越来越少了 在过去24个小时 攻势就逐渐在检管 致命飞弹呼啸而过 接着就在乌军第三突击率 藏身的战壕旁边爆炸 这里是位在乌克兰东部 巴赫姆特南边 约14公里远的安德里伊夫卡 将近三个月前才被乌军成功收复 在俄军猛烈火力下 别说要继续突围 就连要避开俄军无人机监视 都有困难 乌洛平逢连夜雨 好不容易回到无人机 要撤离时 乌军装甲车却又被炸毁 赶来增援的M4装甲车 甚至还在半路抛锚 同样在巴赫姆特附近 近期在阿富蒂夫卡城镇 取得进展的俄军 持续密集轰炸 不让乌军有喘息空间 驻扎在阿富蒂夫卡的乌军 第59旅表示 目前正死守南部方向 避免遭突围 俄军持大量军备而来 但在取得战果前 不是先被乌军毁掉 就是看到苗头部队 丢了军备先跑 另外俄军安置在附近的防空系统 监测到乌军两架 正要到盾内刺客 持愿的苏-25战机 想发射炮弹打下来却失败 尽管如此 不论是乌军还是俄军 至今还没能取得明显战果 比起乌尔双方 更焦急的 恐怕还是西方各国 曾登上2022年 Time杂志封面的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 扎入日内 近期就说战事陷入僵局 日前接受BBC访问的 前乌克兰参谋总长 穆贞科直言 军方领导层应该自行评估 战略行动是否符合现实 而不是听西方的论点 另外他也提出 军队五大改革方向 包括控制反攻时间点 和迅速防御等等 更重要的是停止等待 改变战局的武器 因为乌克兰不一定能充分利用 CNN还报道 俄罗斯总统普钦 已经下令再将军队规模 扩大15% 相当增加17万兵力 前乌克兰参谋总长穆贞科也说 乌军此时应该采取战略积极防御 建立强大和训练有素的 预备一部队 制定迅速防御的计划 随之战事进入第二个冬天 基础设施 供暖供电能力有限情况下 如何继续鼓舞乌克兰民众 保有信心度过战时兼困奇 也是乌克兰政府挑战之一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而乌克兰的目标呢 是瞄准了俄罗斯的交通命脉 之前呢 是炸毁了西伯利亚地区 连接中国大陆的主要铁路 而这样的策略 到底能不能够奏效呢 我们要继续把时间交给作恒 好 俄乌德战事持续了这么长一段的时间 基础设施也难逃被轰炸的命运 美国政治报就说 乌克兰引爆了俄中的铁路 这一条呢 是号称俄中铁路的一个大动脉 被炸毁的就是北木亚隧道 那其实它距离乌克兰以东 有6000公里 还蛮远的 那么距离主要的战场 当然是有一段距离的 不过它是俄军 用来运输军事物资的 那怎么炸毁呢 引爆了四个爆炸的装置 另外呢也炸毁了四节的车厢 同时有两个车厢是因此起火受损了 乌克兰的官员呢 就特别警告了 他说俄罗斯啊 你要习惯说乌克兰 无所不在的事实 即便是在离战事 比较遥远的远东地区 也可能会受到搏击 虽然战事呢 看似是没有尽头 其实俄乌双方拟来我往 不过有消息就指出 其实两国的军方高层 已经开始启动和平谈判了 有没有任何重要的进展呢 继续请作恒带我们来看 俄乌战争可能露出了和平的曙光吗 我们看到最新的发展呢 是进入到第649天 乌克兰公布的俄军阵亡人数 已经来到了33.2万人了 所以是不是也是因为这样 俄媒就引述了普利斯得主的说法 说和谈似乎也已经启动了 那么谈判的对象 包含了乌克兰的武装部队总司令 另外是俄罗斯的参谋总长 两大高层来带头进行和谈 当然希望说严肃的来对话 就外传说可能的方案呢 包含俄罗斯保留部分的占领区 以及控制克里米亚地区 那么让乌克兰是有条件的加入北约 只是这样的说法呢 当然现在乌克兰方面说 他们不平润 而且呢说还是会坚持要奋战到底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